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B2B平台的发展势头减缓,欧美发达国家也没有比较知名的B2B平台,发达国家已经退出,向B2C发展例如亚马逊和Ibli搜索引擎,搜索引擎是国外用户寻找供应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,可以占到六成以上。 国外主流搜索引擎包括,谷歌,雅虎和币应等,而且通过主流B2B平台在谷歌上面,投放广告的力度,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搜索引擎作为买家,寻找供应商的重要地位,社交媒体。 国外社交媒体主要包括,Facebook,Twitter,LinkedIn,YouTube,Pinterest等,其中Facebook脸书,占据了社交媒体的半壁江山。 全球拥有超过21亿的用户,市场份额超过18%,所以对于外贸行业,也是比较常用推广方式之一。 贸易展会,展会相对于以上三种方式来说,就比较传统一些,但也是最直接的一种推广方式。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,使得线下推广的方式逐渐没落,展会的一些劣势渐渐暴露出来。 加上外贸行业特殊的买卖双方的地域限制,线上推广逐渐占据了客户开发的主导地位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Google, Bing,Yandex等搜索引擎扮演着流量制造者的角色,吸引着全球网民的访问。 而B2B平台则通过优化或付费广告,从搜索引擎导流,批发走部分流量,然后再转卖给B2B收费用户。 作为外贸企业,在预算充足的前提下,可以同时投放搜索引擎和B2B平台推广。 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,完全可以考虑,照过中间商B2B平台,直接选择搜索引擎推广。 阿里巴巴也是Google的大客户,每年消耗大致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,而且他们也把在Google上做广告,作为他们的卖点之一。 一,外贸人对于B2B平台的抱怨,同行竞争大,排名很难靠前。 B2B国外宣传力度不够,客户流量不足,吸引不来好的买家。 网站的访问量大部分来自国内,结果导致国内卖家多,国外买家少,价格竞争激烈,发展供应商数量太多。 买个会员,还要投入其他广告,金牌会员,广告位,关键字,才会看到效果,导致恶性竞争,而且一直疯狂,发展新客户。 供应商不分档次,大陆公司,全是金牌供应商,质量参差不齐,买家无从区别,大家就是拼价格。 一个小订单,有几十,几百家公司竞争,提供了一个,让企业残酷竞价的,价格透明平台。 帮助买家,拿到最低价,把外贸企业的竞争对手,转为与国内竞争,降低了,外销客户的利润,阻碍了,企业的高速发展。 买家发出的寻盘很多,不是直接发到卖家手里,而是通过系统群发,同行都会收到,回复后,几乎都是石沉大海。 各种垃圾广告信息倒也不少。 二,现中国出口企业面临Google推广常出现的问题,企业官网质量不高,凸显在产品介绍内容质量不高,网站风格不适合国外人浏览,网站不具备SEO的功能。 自然排名,广告质量太低,打开速度太慢,浏览器兼容性不好等,导致用户体验不高,吸引不到国外买家的兴趣与信任。 公司缺乏专业的推广人员,对广告资源的配比,账户的操作,关键词技巧,广告账户的优化,分析工具的安装,与分析没有系统的认识,导致花费很快,无法找到广告存在的问题,进行及时调整。 三,为什么要做谷歌推广,Google在国际市场拥有绝对的垄断地位,它覆盖了230个国家,支持100多种语言,拥有全球搜索流量,近75.8%的搜索市场份额,直接在谷歌上面做广告,为自己获得更大的客户量,带来高质量的寻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